新加坡和美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 新加坡空军将在美国关岛基地建立训练分队 同时根据新协议 美国则获得新加坡承诺 长期开放其海空军基地 报道称 这份协议由美国防长艾斯珀和新加坡防长黄永红签署 新加坡空军的F-15SG和F-16战斗机 以及其他支援保障装备将进驻关岛 报道称 由于新加坡军的美国关岛基地 缺少空军训练的场地和空域 除美国外 新加坡还在澳大利亚和法国设有飞行员训练支队 并定期派出飞机在澳大利亚、印度和泰国进行训练 不过美国为新加坡提供训练基地并非免费早餐 香港《南华早报》网站称 新协议将允许美军长期使用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 根据20世纪90年代两国达成的协议 美军获准进入新加坡的海空军基地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透露 新协议将上述协议再度延长了15年